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2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先后出席了积极峰会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为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他在慕尼黑会议的演讲中,耗费15分钟颂扬和拉拢跨大西洋联盟,高呼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 他还一改特朗普执政期间威胁要退出的表态,称美国将完全致力于北约军事联盟,并引用北约共同防御第五条,称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盟友的攻击。 在会上,拜登向盟友们列出了自己一系列任务清单,这其中就包括挽救伊核协议,应对中俄挑战,恢复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尽管一直没有公布系统性的外交政策,但是其政府内的高级官员却是三句话不离中俄威胁。 其对中俄强硬的立场可谓路人皆知。 尽管及其峰会并非为中国召开,拜登却主持讨论了七国关于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的计划。 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表示,与盟国进行密切合作将是他应对中国的关键策略。 美国目前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竞争中胜过北京。 拜登还再次强调了,此前他在首份重大外交政策演讲中的发言,宣布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便以香港问题、新闻自由等议题营造国际舆论攻击中国。 拜登是否要借此次积极峰会,活同盟友建立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也引发外界关注。 事实上,拜登的对外战略已经十分清楚,那就是以民主价值观为旗帜,凝聚盟国共识,恢复美国的民主社会领导地位。 拜登上台后,已经明确中国为其战略竞争对手。 借这次会议,他坚定地向国际社会和盟友传递美国的这一政策基调,为进一步统一盟友的步调预设。 拜登还点名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他渴望听到杰出领导人默克尔总理对共同前进道路的看法。 在拜登演讲之后,默克尔也发表了讲话,报道指出,这很可能是默克尔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份出席慕尼黑会议。 默克尔对美国在对峙四年之后,做出重返多边组织的表态表示欢迎。 他也指出,德国不再愿意在世界舞台上简单地追随美国。 他呼吁,欧洲和美国在与中俄打交道时要保持一致, 因为中国既是西方的竞争对手,也是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导致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 今年中国获得了全球影响力,作为跨大西洋伙伴和民主国家,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来应对。 而同一天,在G7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则表示, 疫情后的经济需要复苏,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G7希望加强于二十国集团,尤其是与中国合作。 G7将致力于此并加强交流与对话。 更让拜登难堪的是,默克尔强调称,全球必须加强多边主义。 在拜登的规则中,美国回归国际舞台后,应该作为霸主存在的,而非与此前的小弟平等共存。 与中俄对抗也是美国新政府的既定方针。 至于默克尔所说的与中国合作,加强多边主义,则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美媒在报道时酸道,欧洲认为中国的经济野心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威胁。 实际上,美国与德国甚至欧洲的矛盾早已显现。 就在会前两天,华尔街日报还爆出消息,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北溪二号实施制裁,而且德美之间已经在就此事进行谈判。 北溪二号是德国与俄罗斯合作的海底天然气项目。 该项目计划绕开乌克兰,将俄罗斯的新能源输送到欧洲。 但是美国一直阻挠该项目的完成,并且去年在该项目已完成90%的情况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开始威胁要对该项目实施制裁。 拜登上台之后,对该项目的态度与特朗普时期一致,禁止任何盟友与俄罗斯有来往。 不过,德国在该项目上,态度也极为坚决。 德国政府高官以及默克尔都不止一次地表示,德国不会一味听美国的话,并且他们会坚持将北溪项目完成。 德美之间的分歧也反映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经历了特朗普时期的孤立主义政策之后,欧洲一些清醒国家都纷纷认识到,欧洲想要有长足的发展,就不应该为美国之命适从。 美国在决策之时,必然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 欧洲人只有自己当家做主,才有前途。 德国和法国作为欧盟领头羊,也不止一次表示,欧洲必须要独立自主,而德国在北溪二号上的坚持正是基于了这样的诉求。 他们认为,美国干涉北溪二号的行为,就是在干涉德国的内政和外交,这根本是无法接受的。 另外,有媒体报道称,在澳大利亚加入极其峰会仪式受挫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对外表示,极其峰会的各成员国应当加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的合作, 同时为推动防疫制疫工作的进展,不应当与中国脱离联系。 约翰逊并不仅仅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上有所表态, 还表示,中国和英国在其他领域仍然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 比如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推动全球气候问题治理的重要力量。 中英两国理应当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更多挑战。 外界猜测,约翰逊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变, 应当与澳大利亚加入极其峰会,遭到拒绝一事有所关联。 英国此举大概率是为了摆脱当前在极其峰会中的尴尬局面, 同时也是为了缓解和其他无意与中国作对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同时,澳大利亚媒体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之处。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称, 澳大利亚既想要和中国保持在贸易领域的合作, 同时又在政治立场上对立,这并非是长久之计。 不过,从周五拜登的发言来看, 他依旧活在恢复美国霸权的美梦中。 他在会上不停向盟友渲染中俄威胁, 声称俄罗斯正在寻求削弱跨大西洋联盟。 而中国也在用不断壮大的经济影响力做同样的事情。 因此,欧洲应该建立统一战线,应对中俄威胁。 但是拜登始终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根本不愿意承认, 美国的霸权主义早就不得人心。 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也不再愿意再跟着美国一条道走到黑。 就如默克尔在后面强调的那样, 加强全球多边主义合作才是正途, 拜登唯恐天下不乱,刻意制造冲突对立的行为注定不被欢迎。 拜登或许要慢慢接受,美国虽然回来了, 但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在疫情之下,欧洲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重创, 所以他们也希望通过和中国的经济合作来提振他们的经济。 但是在这个时候,由于中美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虽然拜登上台了,但是双方签订经济贸易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贸易战仍然在进行当中。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欧洲如何和美国,如何和中国进行经济的平衡, 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像中美是两列巨大的货车, 欧洲是夹在中间的一个人。 如果这两辆车明显脱离的话, 那么夹在中间的欧盟会非常困难, 甚至会被撕裂。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欧盟是希望中美之间在经贸关系问题上得到缓解。 不要再出现严重的纷争, 这对欧盟来说是好事。 此外,在中美之间竞争剧烈的前提之下, 实际上欧盟还是需要保持和中国的密切经济合作, 中国也非常重视和欧洲的紧密的经济合作。 所以,在去年一年里, 我们的中欧班列和欧洲的贸易都在迅速地提升, 使得中国变成了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未来在2021年, 应该说中国会加强和欧洲的贸易的联系。 所以,随着中国和欧洲的经贸关系的联系紧密, 欧洲在经济上会更加依托于中国。 当然,某种程度上可能在政治上, 那么,欧盟需要平衡和美国的盟友关系。 但是我想这个状况之下, 中欧的经济关系会为欧亚大陆整体的经济的复苏奠定非常雄厚的接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我们下期见。